我郭台銘今天要鄭重的向各位報告 我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投入2024總統大選 我的參選就是要推進在野整合 參選是為了整合才能勝選 我郭台銘在幾位總統候選人當中 是唯一具備經營管理的企業家 是一位具有擁有將近50年實務經驗的企業家 放眼台灣政壇舍我齊水 台灣需要講真話的政治 有未來的政府 沒有戰爭的國家 有能力的總統 面對台海與中美關係的兵凶戰危 台灣絕對不能成為烏克蘭 我也絕對不會讓台灣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臺民懇請台灣人民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保證我會為台灣帶來未來50年的和平 奠定兩岸最深厚的互信根基 最後我要再次的強調 我的參選是為了促成在野陣營的整合 在野不整合便宜賴清德 我郭台銘本來沒必要選 但是郭台銘所代表的中間聲音 卻不能缺席 我期許自己 我期許自己 能成為團結的最大公約束 我也將繼續邀請在野陣營其他兩位候選人 一起坐下來 你喝咖啡 我喝奶茶 大家一起好好商談國家大事 台灣加油 中華民國溫穗 我最敬愛的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以及海內外所有愛台灣捍衛中華民國的同胞們 各位現場的貴賓媒體朋友 以及觀看這場記者會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郭台銘今天要鄭重的向各位報告 我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投入2024總統大選 台銘這一輩子 在創業的路上不斷奮鬥 在科技產業圈的持續打拼 在對慈善置業的拋磚引喻 幾乎大多數的時間都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 也沒有動過從政的念頭 然而這七年多來 我看著台灣的政經局勢 不管是經濟、國防、外交 我對中國的政經局勢 逐漸從過往的興盛 走到懸崖邊上 若不懸崖落馬 將墜入 無法回頭的深淵裡 我們必須下架民進黨 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 對外 把台灣帶向戰爭的危險 對內 國政方針充滿各種錯誤 無法解決台灣產業發展 與人民生活的困境 甚至還掌控媒體 以網軍治國 如此傲慢跋扈 人民以忍無可忍 在去年 九二一的大選中 多數民意已經清楚表達了 強烈的疑慮與不滿 這次總統大選 我們一定要下架 他們無能的民進黨 方能實現 政權輪替的民主真理 方能讓中華民國的未來 重新走為正軌 基於對台灣政經局勢的憂心 更基於對台灣民主社會的信念 過去幾個月來 過去幾個月來 我一直努力 號召 在野陣營 團結整合 因為 唯有整合 才能達成目標 在野陣營 在野陣營 和台灣人民都知道 只有主流民意 大團結 才能實現我們的 理想與目標 一樣的事 過去上個多月來 在野力量 能仍然各有計算 整合工作 完全沒有進展 這就是我為什麼在七月底 提出主流民意大聯盟的倡議 因為 只有推出一組最強的候選人 才能在大選中勝出 這段時間 我們也看不到 針對國家願景與公共政策 有任何實質的討論 特別是 兩岸和平 國際關係 經濟發展 與科技升級 這些攸關 台灣未來前途 的決定性方針 至今能留於 空洞的陳述 今天 我宣布 參選總統 並全面展開聯署 以取得參選資格 就要代表 主流民意 欲整合 藍白兩黨 因為我堅信 民意永遠 大於黨意 公益 永遠 大於私利 這次聯署的意義 不只表示支持 郭大明 郭大明個人 更是支持 多數人民 所氣氛的改變 支持 重要 公共政策的討論 支持 台灣 繼續前進 的力量 我的參選 就是要 推進 在野整合 參選是為了整合 整合 才能勝選 我要在此 向全國人民報告 過去這段時間 台銘 勤保基層 傾聽民意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握過數萬雙 勤僕的雙手 看到數十萬 渴望改變的眼神 再再告訴我 人民心中 焦慮與不安 更多基層民眾 希望台銘 挺身而出 扮演 主導改變的角色 讓陷入僵局的在野力量 能夠 啟動整合 重現生機 台銘在產業圈 具有將近50年的歷練 甚至台灣各項產業的優勢 也充分理解 產業圈的陰心之處 以及急需升級的種種細節 台銘具有 豐沛的國際視野 深知 AI 人工智慧的新時代 已經來臨 台灣應該如何轉型成為 全世界一眾的關鍵角色 台灣未來的總統 需要具有對 產業發展的洞察力 也需要有對 世界經濟局勢的理解力 更需要有 帶領人民走出困擊的 執行力 這是台灣未來總統 破解需要的領導力 企業家治國的時代 來臨了 我郭台銘 在幾位總統候選人當中 是唯一具備 經營管理的企業家 是一位具有 擁有將近50年 實務經驗的企業家 放眼台灣政壇 舍我齊水 所以我決定 所以我決定參選總統 以實際的行動 將這場大選的主軸 拉回 聚焦在國家政策 與人民福祉的討論 台灣需要 講真話的政治 有未來的政府 沒有戰爭的國家 有能力的總統 面對台海與中美關係的兵凶戰危 台灣絕對不能成為烏克蘭 我也絕對不會讓台灣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台灣 台民懇請台灣人民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保證 我會為台灣帶來未來50年的和平 好 鑑定兩岸最深厚的互信根基 台灣經濟狀況急劇衰退 根據行政院主計數最需預估 今年經濟成長率 將下修至1.95個百分點 全年保二無望 我懂財經 並擁有經營能力 我保證有能力 讓新政府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一倍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會發展科技和經濟 讓台灣在20年內超越新加坡 成為亞洲人均GDP最高的亞洲首屋 給我四年的時間 我會建構完整的新利除幣制度 打造最聯能的政府 新加坡能 台灣一定也能 這段選舉 我們必須要把 國家拉回 和平繁榮的道路上 百工百業 才能安心發展 民眾的生活 才能安居樂業 台灣的參選 最重要 要重啟台灣命運的改變 改造台灣的政治生態 回應真正主流民意的期盼 今天 台灣的主流民意 就要實現 政權的輪替 忠實腐敗 無能的民進黨 繼續執政 今天 台灣的主流民意 更是希望 捍衛中華民國 永生永逝 所以我們要和平 不要戰爭 我們要團結 不要撕裂 我們要繁榮 不要衰敗 我們要青年 不要貪子 透過 主流民意大聯盟 的平台 再也證明 各候選人 可以共同商議出 最適當的整合方式 找出 符合人民 期待的候選人 更重要的是 主流民意大聯盟 是一個凝聚共識的機制 大家一起建構 非綠聯合競選平台 我們既競爭又合作 針對目前 台灣產業發展的困境 以及人民生活 所面對的問題 找出實質的解決方案 找出最好的國家政策 一起面對 共同回應 主流民意的期盼 台灣人民 需要改變 改變帶給人民希望 各位 親愛的朋友 台平看見 今天台灣的命運 已經走在悬崖邊上 如果不能起飛要升 就會墮入萬丈深淵 所以我必須挺身而出 沒有台灣 就沒有郭台銘 台銘生在台灣 白手起家 創造世界級的企業 今天一點一滴 都是台灣的人民和土地 給台灣的恩師 我為台灣拼經濟 讓人民更富有 我保證 將竭盡所能 讓勞保基金不會破產 不會讓千萬名勞工 血本無歸 我保證 我將欣全力 讓健保基金 不會破產 政府會加強補助 充實健保財物 醫界得到公平的報酬 不會血汗過牢 民眾肝病 也得到更好的 待遇跟支持 為了孩子的明天 為了子孫的未來 我願意燃燒自己 照亮台灣 將我畢生的才能 奉勤給我 最慈愛的中華民國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最後我要再次的強調 我的參選 是為了促成 在野陣營的整合 在野不整合 便宜賴清德 我郭台銘本來 沒必要選 但是 郭台銘所代表的 中間聲音 卻不能缺席 我期許自己 我期許自己 能成為團結 的最大公約術 我也將繼續邀請 在野陣營 其他兩位候選人 一起坐下來 你喝咖啡 我喝奶茶 大家一起好好商談 國家大事 再次感謝 今天各位的參與 這次中東大選 對中華民國的安危 以及台灣未來的發展 至關重要 對中華民國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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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支持 主流民意大聯盟的倡議 讓我們大家一起攜手 完成目標 重新帶給台灣人民希望 台灣加油 中華民國萬歲 謝謝大家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主流民意大聯盟 教學郭台銘先生有力的發言 謝謝 color 請進行主流 Loo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